生肖鸡 鼠鸡之人生来代金 时鸡酒金 命理代财 在财运方面十分兴旺 创业成功率极高 事业功力常年极星高照 但是不适合跟人合作 容易产生金钱纠纷 追求经济独立 不靠人也不求人 自己做事顺风顺水 财运滚滚 生肖马 鼠马之人天生就是交际高手 人缘极好 贵人运旺盛 危难时刻总能靠贵人化解厄运 财博宫里有太阳星坐镇 财富收入稳定 且偏财运旺盛 偶有横财入账 命理的灾难厄运多能破财消灾 老来富贵 越老越有福气 生肖猴 属猴之人聪明机灵 脑子灵活 富有远见 经商创业和工作上都能取得极大成就 千禧宫里有一马星 一生闲不住 爱操心 劳碌命 且命理多有地理位置的变动 出差外派旅游 出国等机遇多 在路上能收获颇风 生肖兔 属兔之人心存善念 心肠软 同时也是热心肠 喜欢乐于助人 并且不求回报 因此福德身后 善报多多 早年命苦 爱情上多波折 亦受坎坷 婚后便开始行好运 望家望子 儿女福气望 此外 此外生肖兔的田宅宫兴旺 命理有良田豪宅 生肖龙 鼠龙的人情伤很高 做什么事情都大方得体 不会让任何人处在尴尬的位置 能很好地照顾到每个人的情绪 生肖龙给人的感觉是豪爽大气 其实它是属于心有猛虎 细袖强威的类型 心思非常细腻 总能不动声色地体谅别人 别人为难的时候 它能一下子猜中别人的心思 并且不戳破 这一点非常讨人喜欢 生肖猪 猪也是多产动物 在人类社会中扮演了 极其重要的角色 当然也是某些民族宗教的圣物 不可亵渎 而中国人对猪更是有特殊的情感 猪八戒的形象 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 极可爱亲和 聪明智慧于一身 而且正所谓金猪金猪 猪也像指了财富和安康 故属猪之人也被列入最好命生肖 妈祖来点名 财气缠身 大财数不尽的生肖 生肖猪 生肖猪的人 其实最近的财运都挺好的 只不过他们在下周的时候会更好 财运方面会得很多人的相助 贵人出现 财神敲门 之前的辛苦与努力 下周运势上上千 富贵挡不住 横财大奖不断 十有八九便富豪 只等住钱财飞进口袋就好了 各方面的收入都好 正财偏财 还有横财 都节节高 生肖龙 属龙的人虽然命中有富贵 乃是天生有才的生肖 但是今年却因为冲太岁的影响 导致他们运势受到压制 所以在生活中也始终未能遇到过什么惊喜 下周运势上上千 金银堆成山 富贵挡不住 大吉大利不差钱 因为其命中会有吉星八座旺财 让生肖龙命中财运滚滚 能够轻松赚大钱 生肖虎 虎年生的的朋友 到了下周运势大涨 官路功德吉星照耀 受此好运影响 先是喜货人生上上级 财运连连不断 后贵人运助身 走到哪里都有朋友相帮 届时偏财运大涨 大发横财 金银财富源源不断 如果能够把握机会 他们在事业上 必定一路高歌平步青云 为今年财运事业的提供 源源不断的助力 另外属虎的朋友 下月事业难得一帆风顺 让人羡慕不已 相信吉人天相 最终必定是大红大紫 亦非冲天 生肖牛 生肖牛财心旺旺 偏财运旺 他们得到领导和贵人的提拔 生殖加薪 名利双收 属牛的人下周开始整体运势上升 运气好 他们勤奋踏实 天生有好的聚财之命 他们才运望 金光高照 虽小挫折 却能逢凶化吉 朋友有穷转富 小金库发大财 越来越多 生肖鼠 生肖鼠 生肖鼠整体运势兴旺 生肖鼠咸鱼翻身 财气大旺 鼠鼠人得到贵人的赏识 好施展才干 事业发展顺利 他们有吉星照耀 财运从此兴旺 二月生肖鼠超级爱发横财 他们随住好运的不断加持 年底之前事业和财富都有了不小的提升 春节后 还有两笔横财要发 这三大生肖好好留意了 人生运势 千回百转 除了9981男之外 人的好运气也离不开36大运 72大财 而发财就和遭劫男一样 该来的时候总会来 一年之中总跑不掉 今年虽然已过半 但还有的生肖朋友尚未转运发家 下面说到的这三个生肖朋友 春节后 还有两笔横财要发 这三大生肖好好留意了 鼠牛 鼠牛人育虎年 钱财源源福更大 从年头到年尾鼠牛人的运气都不会差 贵人鼎立逢生水起 年终起财运亨通 一直到年底都钱财不缺 鼠牛人能坚持做自己 为人处事有主线 春节后 还有两笔横财要发 机遇来了终究跑不掉 年终还未到 鼠牛人总得再发几笔横财 事业上一直以来的努力足以开花结果 天贵星的鼎立相助 非同小可 鼠牛人今年三财四富之喜 逃也逃不掉 鼠猴 鼠猴人一直望到年底 运气只会生而不会降 天生就是聪明人的他们 今年早已打开财库大门 只带从中搬金带银 收获满满 因为他们都是聪慧过人的好苗子 事业上的大运势不可挡 只要财运一变好 就早晚要升官 喜事一来就是成双成对 而鼠猴人春节后 还有两笔横财要发 接连不断的就是横财运 六六大顺 升职加薪 在金鱼贵人的相助之中 年头就算再穷 也是彻底熬到头 鼠虎 鼠虎人的财运为啥在今年最始亨通 无外乎他们的财库大吉已成 吉时已到 事业上的势头好比赛龙舟 从这个端午节过后直到年底 鼠虎人都一路风足 加官尽绝 果断和坚定的态度 使得他们事业进步连连 横财如泉涌 平日里待人仗义的鼠虎人 也必定能在今年内 得到他人的仗义相助 春节后 还有两笔横财要发 不是赚个百八十万 就是升个一官半职 你家有属兔马龙吗 人生 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和生生不息的希望 遇到一件事 如果你喜欢 纳摩享受他不喜欢 纳摩避开他 做这样一个淡淡的女子 有自己的喜好 有自己的原则 有自己的信仰 不急功尽力 不浮夸精薄 做到宠辱不惊 也会大笑